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你知道在这个五旬节前面的一个节 我们才刚刚过的是哪一个节 复活节 所以其实五旬节其实就是 耶稣复活之后的第五十天 OK 好 那到底五旬节是什么 我稍微谈一下我们再进入今天 特别谈到有关于恢复 谈到有关于更新的部分 其实在旧约 其实上帝就已经透过先知 不论在约尔书一些其他的先知书 就已经特别来跟当时候的这一些 上帝的子民们 其实也在跟今天的我们讲 就是有一天末后的日子 那指的不是那个末日 指的其实就是会有一天 在未来的某一天 上帝说我要把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 然后我的仆人 我的使女 这一些敬拜我的人 那那个时候对于旧约的这些人来讲 他们不太理解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到了新约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 新约跟旧约中间的那个划分 怎么划分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降生 今天容许我花一点的时间聊这件事 因为跟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关的 那有很多人也会在问说 那牧师啊 或者问基督徒可能问你哦 他会问说 那你们的圣经有新约 有旧约 那到底为什么有新约 又为什么有旧约 那有了新的 旧的还有用吗 或者既然有旧的 为什么又要用新的 我不晓得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一个简单的概念 其实上帝透过立约 与他的子民建立关系 而上帝想要把那样子的一种 对人的那种美好跟拯救 透过这个约带给这一群人 透过拣选以色列人 作为一个什么 好像示范 你懂我意思吗 一个示范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发现 其实这一些人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守约 而得着上帝的祝福跟救恩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上帝在那个时候才知道 其实上帝其实是要让我们 很清楚的明白 包含透过以色列人 透过我们的前辈们的这一些人 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 守我们跟上帝所立的约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这跟圣灵降临也是很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 不犯罪的话 那神当然也不需要好像 跟这一些人立约 对不对 因为亚当跟夏威 夏娃就没有犯罪 也不需要离开伊甸园 对吧 所以每一个约都是上帝对人的恩典 也是上帝对人的一个祝福 上帝希望把人重新的 回到他的创造里面 上帝的救赎不是只是在新约的时候 才突然发生的 没有 上帝的救赎其实早在伊甸园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在伊甸园的亚当跟夏娃 决定要什么 不要听上帝的话 所以整个救恩的故事 其实是这样开始的 在旧约 然后就发现 这些人没有办法 十戒可以遵守吗 没办法 或者是十戒说不清楚 发展了许许多多的条例 619条 更多更细 可是人可以遵守吗 没办法 可是上帝呢 没有就因此要决定我们这一些 就按着我们自己所做的灭亡 其实就是活该啦 对不对 可是上帝没有要这样做 上帝就说好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 上帝就拆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叫做基督 或者在旧约里面用的名字 叫做弥赛亚 那个是希伯来文 所以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 希腊文叫做什么 基督 他都是在讲一个救世主 或者救我们的一位救主 他叫做耶稣 所以整个新约其实是这样来的 耶稣来把他的福音带给我们 而且耶稣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亚当做不到的 亚当悖逆的 甚至连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那些以色列人做不到的 以色列的祭司长文士法律赛人 这些你所有你所认识的那一些 好像对于圣经非常熟悉的 他们都做不到 那怎么办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 我觉得超完美的一种方法 是什么 借着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完成了 上帝对我们所要求的 遵守上帝的律法 而愿意走在上帝的那个计划里面 而所有的这一切没有人完成 只有一位 那一位是谁 耶稣基督 那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信仰是这样 我们这些人叫做基督徒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基督徒罪可以被赦免 基督徒的罪其实没有比 不信耶稣的人少 对吧 你们都承认嘛 OK 还是只有我而已 是嘛 我们的罪不比别人少 甚至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还会犯罪 对吧 对 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被称为基督徒 可以被称为上帝的儿女 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 原因没有别的 这是我一再一直要强调的 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什么 耶稣 本来我们该付上的代价 死的那个代价 该被受罚的那个代价 请问谁替我们担待 耶稣 所以今天上帝再次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其实就看我们好像他的爱子 独生爱子 叫做什么 耶稣 所以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你是基督徒 上帝每一天看你 他都看你 然后对你说一句话 你是我的爱子 然后呢 我喜悦你 或者我所喜悦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这是莫大的恩典 当我们人得到这个救恩之后 耶稣做了一件事情 耶稣从死里复活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些人相信了耶稣基督 然后呢 耶稣就复活升天 可是耶稣在升天之前 在那一段的教训里面 他告诉所有的门徒一件事情 他说有一天我要离开 可是我要去 我去要拆一位 那一位是什么 保慧师 一位劝慧师 一位你的保护者 一位在旁边 可以提醒你的人 甚至能够给你力量 陪伴你的人 耶稣说我要去 然后就拆他来 然后他又住在你的里面 而且永远不离开你 而这一位其实就是圣灵 圣灵不是只是一个力量 圣灵也不是好像只是一个灵 一个阿飘而已 OK 这个其实是对圣灵很大的侮辱 不是 圣灵是神 基督的信仰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是神 父神是神 你跟我说一次 父神是神或者是上帝 然后圣子是神 跟我说一次 圣子是神 第三个圣灵 圣灵是神 可是我们只有一位神 你跟旁边的人讲 我只有一位神 很有趣 上帝 我们知道神称他自己叫我们 复述 可是我们却又只有这一位神 叫做我们的神 OK 圣灵是神 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就在讲说 我要复活 然后我要升天 我要离开你们 可是你们不要离开 甚至在福音书那边讲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在那里等候 然后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什么 能力 然后去传福音 这个应许 从那一天 第一个五旬节 他们在那里 在那里祷告 在那里敬拜神 圣灵就降临在那一群人的身上 而今天我们仍然领受这个应许 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神 不是圣灵只在五旬节降临 圣灵一直与我们同住 但是圣灵也在我们每一个时刻可以充满我们 给我们信心 给我们力量 然后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我们日常的挑战 甚至圣灵在这当中也亲自的医治 安慰 造就 劝勉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其实应当是圣灵更新的生命 这我认为才是一个基督徒的日常 今天我要从这个 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好像在讲前沿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我们今天才会真的好好面对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否则很多时候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信了耶稣 只是好像我们礼拜天有地方去 或者可以名正严肃地挂一个 十架的项链或十架的耳环 或者是什么 基督徒好像只有在好像宗教的场合 或者是在礼拜天的时候才显得是基督徒 可是在平常的日子 其实他所思所想跟所看重的 其实跟不是基督徒有时候一模一样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 这不是太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生命应当是要让圣灵来管理 而且让圣灵来引导 让圣灵来更新 让圣灵来恢复 所以我认为基督徒的生命 应当是一个被圣灵更新的生命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可以吗 卡住了吗 下一张 OK 好 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来加拉太书五章 24到25节 来 你们来念 帮我一下 让我休息一下 预备 请 我们若是靠 好 我们连在这里 在这里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 保罗讲什么 他说属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基督徒们 你要把你的肉体 跟肉体所产生的这些邪情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 我用一个更简单的翻译就是 亲爱的基督徒 你要知道你已经死了 因为照着过去我们的肉体 跟我们肉体所引发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应当结局是什么 是 所以你必须要告诉你自己 你其实是已经死过的人 你说那我现在又活着 为什么 因为基督替你死了 所以他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已经死了 可是也因着圣灵我们得生 他在这里讲的圣灵 其实也把基督 也把父神也放在里面 OK 好 讲的其实 我们其实是靠着上帝 可是他在这里 特别用圣灵来谈这件事情 我们是因着上帝的恩典 是因着神的恩典得生命 那既然你已经是因为神的恩典 是因为基督的救恩得生命 那难道我们今天不应当 靠着圣灵来行事吗 我们一方面基督徒口里称 我们是基督徒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对不对 可是我们实际的生活 我们实际所做的 却跟基督做的不一样 你有没有觉得这有一点点精神错乱 或者是表里不一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想要一方面透过经文 透过信息 再次的提醒各位 在圣灵降临日的时候 在五旬节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不单单只是去经历 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 跟提醒这件事情的重要 而更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其实需要过一个 被圣灵更新 被圣灵引导的生活 正如这一段经文讲的 靠圣灵得生 就当什么 靠圣灵行事 不要靠你自己 因为靠你自己 你有很多东西做不到 可是因为靠圣灵 所以很多你做不到的 你敢去做 因为你靠的是什么 圣灵 我们继续往下一张投影片 为什么谈这个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概念 就是我觉得基督徒 我们很容易把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包含信主 包含我们生命的一些 属灵的经历 都当成是一个里程碑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好像好像我 今天走到这里 我立一个碑 好像我曾经经历过圣灵 好像我曾经信主 我不晓得你认为 那个里程碑是什么 或者你在生命当中的 某一个经历 好像成为你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记号 可是这个红跟白 我是想要跟各位弟兄表达 就是福音或者是基督 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 不应当是我们生命的 一个里程碑 里程碑是什么 好像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过去 我们其实肉体 活在肉体里面 然后我们肉体 又有邪情私欲 对吧 想做的 做不到 不想做的 又去做了 对不对 OK 好 那真的是很糟糕 那怎么办 那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可以 好像那些 旧葬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怎么样 一笔勾销 然后接下来 我们的生命怎么样 在往前活的时候 请问你还要按照 以前的过法吗 可是基督徒 我们常常在这里 会有个断点 那个断点是什么 过去当没有基督的时候 我很清楚知道 我靠我自己活 所以状况一团乱 对吧 可是今天很清楚知道 感谢主 过去的这一些 耶稣替我买单 耶稣替我死了 对吧 OK 那我今天开始 一个新的人生 那接下来 你的人生 你会想要怎么活 很自然的 我们就会再 按照以前的活 活的方法 靠着自己活 听得懂吗 那就是 尼哥迪姆去 问耶稣 说难道我还要 再敬母妇 再活一次吗 耶稣说 No no 不用 而是从今天开始 当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重新开始 面对你的人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需要学会 做一件事情 你要靠着 那个福音 你要靠着恩典 你要靠着圣灵 靠着基督而活 所以你今天所做的 每一件事情 其实你要知道 你跟你以前不一样 你以前自己 独立打拼 对吧 可是从今天开始 你有一位保灰师 你有一位圣灵 住在你的什么 里面 你有一位上帝 你有一位神 然后有一位 在宝座的右边 为你祷告的耶稣基督 OK 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会很清楚地知道 其实你并不孤单 所以福音 或者是基督的信仰 应该成为 我们生命当中的阵阳 不要只是停在那里 而是要让这个福音 成为在你生命当中 影响你的每一个层面 不是只是在礼拜天 早上九点钟之后 调成教会模式 到了礼拜天 我不晓得你几点 调回正常模式 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 就是过你自己 不应当是这样的 福音应当进入到 我们生命里面 基督应当成为 我们生命的主 是在每一个时刻 很像那个地震的震阳一样 他在那里震 可是旁边的人 其实都会感觉得到 对吧 那我们的生命 也应当是这样 下一张投影片 接下来我谈一个概念 来继续 把它全部翻完 对 三个 这个是一个 我稍微谈一下 因为我为什么 跟各位谈这么多 其实是 因为我们人的学习 这个是John Fram的一个 一个你在学习上 学教育的人 应该都大概知道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人 我们在学习东西 其实是分成三个层面 每一个人每一个层面 有人可能头比较强 有没有 有人可能心 OK 有人可能是什么 手 OK 可是我们全人的学习 其实是要头 然后心跟手 各位弟兄姐妹跟着我一起 不然你们记不住 第一个是什么 头 请你摸一下你的头 头是知识上的 OK 第二个是什么 心 心我把它讲成是一种经历 一种be in 一种成为 你要去经历 经历你才能有感受 头子是知识上的 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 手 手要去什么 去应用 去行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看下一张头影片 所以我们需要福音 需要基督的救恩 我们需要圣灵的更新 来帮助我们改变 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眼光 然后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能看不一样的世界 你觉得为什么我昨天看的 跟今天看的一模一样 为什么 或者是你觉得 我昨天看的跟今天看的 不太一样 为什么 你要问你自己这个问题 很早以前我做过一个实验 你们待会吃饭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一下 OK 好 有一次 那个时候教会正在装潢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东西 那个时候有没有窗帘 我记得好像也没有 所以这个窗帘其实是打开的 那时候对面的一栋大楼 其实已经盖好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站在这里 好像在祷告 在思想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看着对面的大楼 然后我就走走走 走到这一边来 然后我又看到对面的大楼 我突然觉得 一样的大楼怎么不太一样 你们待会可以试试看 然后我就一边从这边 一边往这边走 然后看着一样的大楼 我发现那个大楼体积在 变大跟缩小 为什么 因为跟你所存在的环境 其实是有影响 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窗户 没有这个窗户作为参考 你其实看那个 从这里走到那里 大小差不多的 对吧 理论上从这里走到那里 应该那个 大楼应该要怎么样 变大吧 比较近 对吧 那你们待会试试看 你们从这里走到那里 你会发现 大楼到底是变大还变小 我要谈的是 其实跟我们的参考点 跟我们的眼镜有关 福音好像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眼镜 它帮助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眼光 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眼光 也带着福音的眼镜 带着基督救恩的眼镜 你会发现 你看你自己都变得不一样 那才是真的你自己 然后透过这个眼光 你又回来 来看待上帝的福音 你有发现 你怎么读经 读懂 你怎么好像有一些对话 你懂了 其实是我要谈的是 你必须要把你自己 放在那个更新的行列里面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当我们要过一个 圣灵更新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是什么 就是我们都花好多好多的时间 一直在做头脑的什么运动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什么 就是用头脑训练出来的 对吧 对吧 我们都是用训练出来的 一个东西放在多高的一个位置 然后掉到下面去 速度应该是多少 可以立刻算出来 这个没有太难 国中考高中 各位都考得过 可是你忘记了 你忘记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用 你没有实际什么 精力 你没有用到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好多的好多的学习都是只是 限于在我们的头脑上面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五旬节我要谈的 不只是好像跟各位重塑 那个五旬节的历史事件而已 跟甚至跟各位讲说 我们昨天晚上或者是未来 我们应该要被圣灵充满 只是在强调这个概念 我是想要邀请各位 进入一个愿意被圣灵更新的生命当中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否则你永远都只是头脑知道 可是你的心里 你的身体其实一点都不知道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所以圣灵更新的生命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们需要恢复神儿女的呼召跟使命 怎么说呢 往下 加太书五章16到25节 这边我要请弟兄来念 弟兄可以吗 弟兄很厉害 因为有时候受过军事的训练 念东西比较容易 合拍你知道吗 我没有觉得姐妹是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说我就发现 好像有这个问题 弟兄念东西不会 左边跟右边速度不一样 对不对 是吗 我们试试看好了 来 弟兄 加太书五章 16节很常 16要念到25节 弟兄别哭闹嘴 好不好 预备 请 我说要听 我说 你能说 你能说 圣灵而起 永不放 肉里的心律 因为 圣灵而圣灵 像是 圣灵而圣灵 像是 这两个 事 像是 你们不能做 念念 做的 但你们作为圣灵 找 永不太 禁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保罗对加太教会的人讲 他说我们这一些基督徒们 我们应当要顺着什么 圣灵而行 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 保罗提醒我们一个重点 其实情欲 就是我们的肉体 跟肉体的邪情私欲 其实是会跟圣灵相争的 相争的意思 其实就是互相在什么 拔河 互相在那里拉来拉去 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有吗 有吗 有 有 OK好 其实我们每一天 都在类似的争执里面 我们每一天都在那种 就是这种拉拔里面 早上才发生一件事情 然后我挣扎了一下 我就发现原来我的邪情私欲 肉体这么多 OK好 早上我来的时候在电梯 然后我的孩子们 他们要去买他们的早餐 然后我平常我很少 我就想说 好 要参与一下他们 所以他们要去买早餐 问我 OK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美德 对不对 是吧 爸爸们当孩子们问你说 我要去买什么 爸爸你要喝什么 有没有觉得很窩心 虽然用的也是你的钱 但是会觉得比较甘愿 对吗 是吗 OK好 然后他就问我 我就说 好 那我要 我要一杯抹茶纳铁 OK好 我平常不喝这个 我不曉得今天早晨 大概一年之后一次吧 五旬节 我今天早晨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 我就好 你帮我 然后我还讲错 我说抹茶奶绿 我就想说 本来就奶奶的 有个绿的 OK好 原来叫 他纠正我叫抹茶纳铁 OK 然后早上来了之后 我的女儿就说 把我帮你买好了在那里 然后她多说了一句 她说 我知道你不能喝冰的 然后我帮你把冰块拿掉 所以意思是什么 她买冰的 我其实里面突然有一种 你难道不知道 你老爸应该要喝热的吗 或者我什么时候喝冰的 其实我通常这一类 我都是喝热的 是冰的吗 都猜错 对不对 那个话本来要出口 你知道吗 可是我后来发现 我讲这一句话 没任何意义啊 对吧 会不会伤害她 会 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 你们比我属灵好棒喔 原来我才需要被圣灵管理 OK 平常我有时候会不知觉的 会不会什么 出口 你下一次要买热的 其实她听起来 舒不舒服 不舒服 可是今天早晨 感谢主 我闭嘴 自己回播好 谢谢你 后面就不用讲这一句话了 OK 我要说的是 我要说的是 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 其实需要圣灵常常引导我们 要顺着圣灵而行 否则按我的习惯 按你的本性 你的肉体 其实你很容易什么 就是说出去就这样 你会觉得我本来就这样 对吗 这个道理也蛮好的 对不对 如果真的说出去 就说对不起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表达的是 其实我们生命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在挣扎 这边讲福音更新的生活是什么 在不断的挣扎当中 学会顺着圣灵而行 圣灵很 我觉得很绅士 很纯粹 很纯粹 就是他不会强逼你做什么 他渴慕要充满你 你也希望被他充满 对吧 他想要引导你 特别当你做了一些 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让你明白的是 我们真的在我们里面 特别在五旬节 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 其实我们里面不是没有 圣灵的引导跟声音 是我们不太习惯 做这件事情 看到一个人 其实圣灵引导你感动 可能关心他一下 可是你就不太想跟他说 就觉得怪 对吧 不知道人家会怎么看我 对吧 这种特别是对于木讷的人 有时候圣灵会引导你 多去关心别人 有时候我们是很 对不起 我又台语又来的 OK 就是很多事的人 就很唠叨的人 就是想要多讲的人 有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闭嘴 对吧 那我们会怎么样 就会忍不住 你一定有忍不住的经验 我相信 可是这就是我要表达的 被福音更新的生活 其实是在不断的挣扎当中 顺着圣灵切语 而行 而且在这种小事 学会挣扎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好的 不要到了很大的事情 还在那里挣扎 我觉得我们的生命 当作我们其实是需要练习的 我们看下一页 来 这就是我刚才所请各位念的 在这里强调的 其实就是两者的相争 可是很重要的是 不要让他在那里拔河了 把你自己的肉体 如果肉体是这一边 圣灵在这一边 OK 那你肉体在这边 你有你自己想要的 你一直花时间在那边 跟圣灵拔河 在那边讨价还价 你为什么不转一下呢 你站到圣灵的这一边呢 就是跟着他走不就好了吗 因为事实很清楚 如果你可以靠着肉体得生命 那你就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了 对吗 那我们既然相信了耶稣基督 你又不让圣灵引导 我们是头上拔河了 对吧 成为基督徒 可是却又不想顺着基督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听不懂 你可以不清楚 你可以 可能不是很理解 花一点时间寻求 可是不愿意 我觉得这是很难思考的 所以在这里 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强调 那个挣扎一定会有 也一定会发生 可是在挣扎过程当中 你要不要试一试 就从今天开始 更多的顺着圣灵而行 靠着圣灵 你知道你自己做不到 靠着圣灵去做做看好吗 我们看下一页 那我想要问各位弟兄姐妹 你现在正在挣扎什么 在今天早晨 我一边在讲的时候 当我在讲我的挣扎的时候 我对很多事情 我都有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然后我就会很挣扎 我到底要不要讲 其实讲的也没有比较好 可是我常常会忍不住 就会想要去讲 那那是我的挣扎 那是我今天早上的挣扎 可是你在挣扎什么 也许今天早上 也许是昨天晚上 我不晓得 你生命当中到底在挣扎什么 有哪一件事情 你觉得好像在今天早晨 圣灵特别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要跟你对话的 你正在跟圣灵拉什么 你的情欲正在跟圣灵相争什么 我们看下一页 再下一页 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 我今天就不再花时间看 刚才弟兄念了很多 对不对 有拜偶像 有邪术 有仇恨 有增进 恼怒一堆 对不对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在这一些挣扎里面 这一些有好像宗教类的 有拜偶像类的 然后甚至跟人际关系有关 他其实都举了一些 我们平常都在挣扎的例子 一个是跟性有关 另外一个跟宗教有关 另外一个就是跟人际关系有关 贵中姐妹 这三个角度 其实是我们最容易在那里面挣扎的 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今天身体已经是主的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 是吗 如果我们今天知道 我们已经在婚姻当中了 那你就知道 你人没有权柄 主张什么自己的生子 因为你跟你的妻子连为什么 一体 你就不会再想要再有其他的关系 它是有很强烈的排他性的 那在这当中 另外一个谈的就是宗教 其实他也跟好像夫妻的关系也是有关 如果你今天已经选择了成为上帝的儿女 或者你也很清楚知道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已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救主了 这个时候你也必须要做出一个调整 也许你还在挣扎 到底你要不要你的生命 要不要让耶稣基督来掌管 或者是你生命当中 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取代了上帝 取代了耶稣基督 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救主 你说牧师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就是啊 如果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你生命当中的所有的满足感 你的安全感 你的那种拥有感 其实理论上应该都是谁 上帝 可是你问你自己 其实很多东西你会 你会用其他地上的东西 取代上帝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满足感 对吧 当我说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觉得满足吗 还好 对 那最好是成为谁的儿女 如果我问你说 你想要成为谁的儿女 当然那种属灵知识很厉害了 立刻就知道 最好赶快写上帝 因为在儿童主流学 你如果谈耶稣上帝 待猜中几率80%这样 OK 好 可是真实的我们不是这样啊 真实我们想成为 某一个我们想得到的 那个东西的那个儿女 或我们想要让那个东西 成为我们的满足感 对吧 可能台积电的股票 比你的洗礼证书还重要 会不会 我是开玩笑的 可是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表达的是 很多东西 其实是因为我们里面 先有了比上帝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马丁路德才会讲一句话说 其实当我们那个世界里面 当你犯了其他的诫命的时候 其实你都间接的犯了第一条的诫命 是什么意思 第一条诫命指的是什么 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 那这一位上帝除了他以外不能有别的神 当你去犯其他的诫命的时候 其实你也都间接的违反了这一条诫命 因为你开始有了别的神 所以你才会去想要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做 我愿意做的 或者是我不愿意做的 我去做 其实说白了 说穿了 其实就是你没有让上帝 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 一个是问上帝我该怎么做 另外是问了上帝该怎么做 问了圣灵该怎么做的时候 试着去按着圣灵的指引去做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这样做 或者我们常常问圣灵 我昨天晚上就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常常问说 神啊 我该怎么办 神都不讲话 神啊 我该怎么办 可能你也都没有听到神的声音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神讲了 可是你觉得那不是 有没有可能 因为跟你想的怎么样 不一样 有人会问上帝 上帝我该怎么办 可是上帝其实已经 透过许多的人跟他讲了 牧师最有感觉了 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问我 然后我可能已经跟他讲了 三次 两次都有可能 对吧 最后有一天他很高兴跟我讲 牧师 有一个人为我祷告 然后他跟我讲 我其实应该要怎样 我心里就想翻白眼 但我会掩饰 你知道吗 有翻 其实没有翻 你们看不到 对不对 可是我里面其实已经翻两圈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贵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 其实 圣灵已经跟我们提醒了 圣灵已经跟我们讲 可是其实我们不太信 不太听了 非得要遇到那件事情 然后才突然去发现 突然去理解 但没关系 你知道吗 为时不晚 都还来得及 你知道吗 只是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不能不要到那一刻 我们继续往下走 为什么我们不能想要做 我们想要做呢 其实因为我们总是想要满足 我们肉体的私欲 就是我想要去寻找 我想要的 另外一种呢 是我就觉得 我想要透过遵守律法 得到我所认为我的意 就是有一些基督徒 其实是这样 另外一种是 我根本我连做基督徒都不想 反正我就根据我的肉体走 对吧 很像圣经故事里面的那个小儿子 对不对 反正我就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就任意放荡浪费制裁 反正父亲已经把我所有的给我的 我去做我想要的事情 可是有另外一种 其实他的心中一样没有上帝 是什么 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 是一种 上帝 你要我做什么 我按着你告诉我的去做 然后做好了之后 你要给我 我要的 其实旧约当中 新约其实也是一样 你记不得新约 里面有一些年轻人 不论他是年轻人的有钱人 或者是年轻人的官 对不对 他们都来问耶稣 都在问耶稣说 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 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面 承受永生其实是什么 是做什么换来的 所以耶稣在那个对话里面 就会告诉他 好 那律法上是怎么说的 有没有 然后那个人就开始讲 他也很清楚 律法就是这样讲讲 我要尽心 尽意 尽力 尽心 爱主你的神 对不对 并且要爱人什么 如己 是不是标准答案 是啊 是标准答案 可是这个标准答案是 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 然后在上帝的恩典下 这样活着 跟你选择这样活着 然后我才能跟这位上帝 要我要的东西 就是那个少年人 想要跟上帝要永生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理解我的意思吗 今天你可能有一个孩子 各位父母亲 你可能有一个孩子 很听你的话 可是他每天看到你 就是很害怕你 我不晓得有这样子的孩子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羡慕 可能你会羡慕别人的孩子 我们明天早上 七点出发 他六点五十衣服就穿好 坐在那里 你一定会觉得 他一定生病了 他好像应该要去做一点什么 他才能拿到零用钱 他才能吃晚饭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上帝不要跟我们 做这样子的一个交易 他要跟我们建立的 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当我们一方面 不管上帝按着肉体去行 或者是OK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可是我只想要按照我所做的 来跟这个上帝交换 其实我认为 其实这都是什么 不是被圣灵更新的生活 而是只是用一套自己的系统 不论那一套系统是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或者那一套系统是 我照你做的 可是我要换我要的 其实他都是远离上帝 我们看下一张 神要带给我们 或圣灵想要更新我们的生命 其实是什么 我们刚才看到所读的这圣灵 九个果子 对不对 有人是一个果子 有九种味道 对不对 很难想这是什么水果 我不知道 OK 好 有哪几种味道来 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好 你拿到这里 你觉得你有几个 一个都没有也不要太难过 OK 好 他在这里为什么叫做圣灵所结的果子 我认为保罗其实在提醒这些基督徒们 其实是圣灵在你的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以至于在圣灵的帮助下 帮助我们去活出如此的生命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一段经文 我们会把它落入一种 律法式的宣读 有没有 读加拿大 同样的这一段经文 就会告诉我们 前面刚才讲的那一些 邪情事欲那一些事 你不要犯喔 对吧 OK 然后呢 接下来圣灵所结的果子的 这样这种九种的味道 你都要有喔 这才是真的 真基督徒啊 真的靠着圣灵行事 才你真的靠着圣灵得生 他是把它用一种律法型的解读 在看待这一段经文 可是我想要再次的告诉各位弟兄姐妹 被圣灵更新的生命 其实是什么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其实上面的那个描述 比较符合我们的状况 对吧 上一次恼怒 怨恨是什么时候 可能不远喔 几个小时之前 可是这边所说的圣灵的果子 可能还没有结出来 可是我想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的是 圣灵帮助我们 在这样一个日子 我想要提醒各位的是 我们都往这个方向来迈进好吗 可是请你不要靠着你自己的力量 你靠你的力量 肉体跟肉体的情欲到了后来 结局是什么 死 就是做不到 可是靠着圣灵却可以得什么 圣 你要不要试着靠着圣灵 活出那个仁爱 活出那个喜乐 活出那个忍耐 活出那个恩赐 我拿早上的例子就是 我真的是如果没有圣灵 管理我的嘴巴 我其实就变得其实是一个 刻薄的父亲 对吗 你们看我应该也会是一个 刻薄的父亲 对吗 他已经为我把冰块拿 拿出来了 可是圣灵引导我 帮助我 学会忍耐也许有吧 更也学会什么恩慈 也学会良善 我觉得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是需要这样子被 常常被提醒 然后愿意顺着圣灵而行 我们往下一张投影片 所以圣灵更新 我再讲一次 它其实是因着相信基督的福音 领受所浇灌的圣灵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让圣灵掌管 让圣灵充满 而这样子的一个生命 其实是我们共同要学习 要迈进 请记得一件事情 那些情欲跟肉体 其实好像其实是我们里面 真实现况的写照 当然每个人比例不一样 或场景 遇见不同的场景的时候 不一样 懂吗 在教会 牧师可能看到的 都是你最好的一部分 感谢主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换了场域 我们的整个人生里面的东西 通常就会怎么样 就会改变 对吧 其实我们的环境对我们影响非常大 可是你要试着 在让你的每一个环境当中 你的工作 你的职场 你要不要让在你里面的圣灵 或者要从外面帮助你的圣灵 进到你的工作职场 要不要让这位圣灵 进到你夫妻的关系里面 还是你还是用你自己 我们人很容易因着这个环境 而有所改变跟调整 我讲一个例子你们就懂 我大概每年就都会带着师母 带着孩子 然后回金门的老家 然后有几年每次从金门回来 其实我跟师母两个 都会变得有一点尴尬 甚至在金门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点不高兴 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聊 聊这件事情 他就跟我讲说 韦南 我觉得你每次回到金门 你都变了一个人 我觉得有些时候太太讲话 也是圣灵很好的提醒 为什么变了一个人 她指的不是说 她的意思就是说 她好像仿佛她不认识我 我在讲着她不熟悉的语言 对不对 然后连台语都变得怪怪的 对不对 OK 好 然后呢 我在做很多的事情 就是跟平常不太一样 就她变得好像比较不熟悉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 是我发现对耶 因为我就进到那个文化里面 我就进到那个处境里面 我就好像被那个处境所影响 它不见得是做不好的事情 理解我的意思吗 可是你的整个文化 你会被它影响 我们的沟通就会变得 跟在台北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其实这跟我们很像 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得到改变 我在那里 一方面当然我们要认同那边的文化 那边的处境 可是其实我们里面的最核心的部分 应该不变了 对不对 可是我要强调的是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回到那个场域 我们过去是这样 我们就会回到那种旧有的习惯里面 对吧 当我在公务单位服事的时候 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那里的文化是什么 就是一板一眼 多做多错 老板不说你不做 如果他要你做 要他写东西给我 而且不能用铅笔写 对不对 而且我要做什么 我一定会先写一张签诚给他 他一定要在上面写如你 而且要盖他的帐 因为这样我才能什么 去做 这就是我以前所面对的文化 可是当我换了另外一个 请问在家里你也要这样搞吗 你可能在工程的单位 你可能在财务会计的单位 你可能在法律的单位 你可能在商业的环境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在每一个文化里面 可是在这个文化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学会回来 到圣灵的里面 让圣灵引导我们 主啊 我作为一个神儿女的身份 这是不改变的 可是神儿女的身份 怎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处境里面 可以跟他们有一个合理 而且震荡的互动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对吗 因为我们也带着福音 也进到了那个群体 那个关系里面 在商业里面 有没有可能有福音 有的 因为在商业的交易里面 需要福音 不然就是耳鱼我诈 对不对 销架竞争 各种的可能性 在法律的单位 就是不是只是好像 我就只能维持 所谓我当事人的利益 然后我完全不管 对方可能所说的事实 我完全走在那个诉讼里面 好像仿佛 我只要赢了这场官司 正义就是属于我的 可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让各位明白的是 以福音更新 或者是圣灵更新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其实是要每一天 每一天经历的 我们刚才看这个图 这个图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的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 整个圣灵更新的一个核心 我没有把这个图给大家看 但是我想要让各位明白 其实它就是一个核心 从各位的左边开始 然后逆时针这样 顺时针这样走 第一个就是 我们必须要处理我们的故事 你的生命当中哪一个场景 我刚才讲的 你是哪一个场景 在夫妻的关系吗 还是在工作的关系 你工作的场域 到底你有什么故事 在那个故事 在那个事件里面 你需要花时间去面对它 去处理 可是怎么处理呢 你需要进到第二步 把福音带到你的故事里面 因为你在你的故事里面 是没有解答的 因为人属肉体 邪情私欲 到了后来 其实就是死 不是你死 就是他死 他死你也不会好过 可是在这当中 到底福音是什么 我们需要把福音 带入到我们实际的故事当中 带入到实际的故事当中之后 你要对你自己传讲福音 在这当中 你要知道你不是独自奋战的 你也许在同样的 过去的一个商业的场景里面 那时候你还没有信主 那就算 可是今天你有上帝了 上帝参与在你这个关系里面 可能这已经不是第二次 跟老婆吵架了 跟先生吵架了 可是上一次吵架 你没有把圣灵带进来 我们有时候特别吵架的时候 圣灵不能在的 你知道吗 对吧 对不对 在吵架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圣灵最好不要在 你知道吗 OK 好 这个时候圣灵我要彰显我自己了 你先旁边闪一点 不是 而是这个时候你要让神进来 如果神在 我会怎么看我自己 我会怎么看对方 如果神在 那谁该悔改 是我们是首先的悔改者 我在这件事情上 我有没有我不够好的 即使是他误会我 那我为什么会让他误会 也许很抱歉 我没有讲清楚 让你误会 而是我都已经说清楚 你为什么没有听见 对吧 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说法 对吧 那我为什么可以讲出例子 是因为我生命时期经历过 我可以指责他 我可以指责他 为什么听不懂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你是听不懂我这么用力 这么大声讲呢 还是你回来说 很抱歉 对不起 我刚才没讲清楚 那我再讲一次 其实我觉得在福音当中 我们才能够接纳真实的自己 其实我错没关系吧 对吧 可是有时候 我们没办法这样 特别是没有上帝 没有圣灵的时候 我们不能错 因为我们自己 就是那正义的一方 那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去处理故事 去思想福音 对自己传讲福音 甚至可以知道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属灵的伙伴很重要 神称自己为我们 三位一体 每一个位格都有他要做的事情 可是他们还是一起 我觉得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早就超过三了 对吧 我们每个人不一样 可是我们有彼此 你需要属灵的伙伴 所以我们才会有小组 我们才会有一些的团契 在这当中 鼓励各位 如果主日 自己一个人吃饭 其实蛮无聊的 对不对 有时候中午 我们不留下来 午餐其实是因为不晓得 跟谁吃饭 所以今天中午好不好 请你务必 邀一个人 特别你已经有同伴 跟你一起午餐 你邀一个 你可能不太熟的人 一起加入 跟你一起吃饭 在年龄层你觉得好像圣灵今天感动他 你可以跟他一起吃个饭 我们教会场地很多 对不对 到处都可以吃饭 除了厕所以外不要去 其他应该都可以去 智商中心不能去 对不对 其他OK的 你要一个人一起吃饭 圣灵更新的生活其实是 我觉得需要群体 你需要属灵的伙伴 一起在这当中彼此什么 提醒 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整个人的那种生活 其实是 进入到那种安定 那种神儿女的满足感 这张图我昨天一直没有修 因为我昨天电脑就一直跳掉 今天我把那张图 完整地绣在这里 被圣灵更新的生活 其实是 好像神的儿女那样的一个满足 一方面你享受关系 那个关系不是只有你跟上帝 各位弟兄姐妹 不是只有你跟圣灵 圣灵还给了我们谁 彼此 享受在那个关系里面 享受在配偶的关系里面 享受在亲子的关系里面 然后在你里面 你会有一种安息的感觉 你在这里 你不用特别想要表现得比较好 因为神接纳你 你有一种安全感 再来 你也在上帝荣耀恩典的光中 你不是像蟑螂见光死 有没有 你是在祂的荣光当中 在祂的恩典的光里面 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耶稣来不是要叫我们受审判 所以我们在祂的荣光当中 其实是要什么 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去反映出上帝的荣耀 OK 第四个是什么 我们有一种属神儿女的 一种自信在我们里面 自信不是我们表现得多好 听得懂吗 这个自信指的是什么 因为耶稣 所以我知道我在上帝的面前 我是被什么 接纳的 我是被赦免的 我没有很好 我知道 可是上帝不介意这件事情 那我生命当中 我也还有问题 祝啊 圣灵啊 没关系 如果你觉得我可以 在这个时候你光照我 然后让我可以 去面对我生命当中 现在所存在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也相信你会给我力量 你不是只是指出我的罪来 你知道吗 神是医生 神不是只是照X光的那个师 那种什么 检验师 我刚才差一点讲 验光师 OK 好 他不是检验师 就是只是帮你照X光 照X光可以治病吗 不行啊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只想让人或神照X光 你要让神进入到你的什么 里面他是医生 你要放心的交给他 我开眼睛全身麻醉的时候 他说你开始正常呼吸 我不要 我不要 可以吗 不行嘛 就正常呼吸 然后醒来就好了嘛 对吧 交给他 因为你可以自己开吗 你可以自己处理吗 没有 那既然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圣灵也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生命 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让各位明白 我还有很多 但是我想停在这里就好了 我觉得够了 我们的生命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故事 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我们需要处理 可是在这个处理 我想要告诉各位的是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学习 许许多多的事情 不要再停留在你自己的故事里面 你要让上帝的故事 上帝拯救的那个故事 进入到我们里面 不要只是在你的生命当中 看见哪一些人 不值得你饶恕 而是更多的去想到 其实你已经被饶恕了 在你的生命当中 不要只是好像看你所做的 觉得好像觉得很差 很烂 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 祂接纳你了 你要不要接纳你自己 尽管这么糟 可是祂要接纳你 然后你要学习 让圣灵进到你里面 依靠祂更新你的生命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直到建筑面的日子 我们每一个人 被上帝接走的那一天 是什么时候 我们不知道 也许还有很多时间 对吧 也许没有很多 但没关系 只要在地上的日子 我学会有一件事情 主啊 我哪里觉得不够 哪里不好 祢来到我里面 祢来修一下 好吗